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刚才叫我啥来着 待醒啊 待会儿再醒 哦 你刚醒 合着我还没睡醒呢 啊 有的人虽然在醒着呢 可这心呢 还在沉睡当中 你说谁呢 当然是说 我自己了 那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 咱们信主耶稣的人最盼望的是啥 当然是盼望主回来了 所以我就天天的等啊 盼啊 整整两千年了 等呢 多少年了 两千年呢 你活得了两千年吗你 我是说主走后这两千年 所有基督徒都盼望着主回来 哎 这是咱们每个人的盼望啊 可现在已经是末世的末了时期了 主来的预言基本都应验了 我们还没迎接到主来 可不是吗 眼瞅着弟兄姊妹的信心是越来越冷淡 我这心里头着急呀 哎呀 那你得赶紧扶持啊 这还用你说呀 弟兄姊妹 主就要回来了 咱们得警醒等候 请打开陆家福音 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 他来到叩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哎呦 背得还挺溜 这经文天天读啊 一个老姊妹当时就问了 问啥了 这些经文啊 我们早就会背了 你们老江主叩门 让我们警醒 警醒 可就是不讲主怎么扣门 大家说 这主来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扣门呢 是啊 话音刚落 七嘴八舌 全场就炸锅了 连那睡觉的都醒了 哎呦 瞧这哈欠打的又 想那么多干啥呀 那经上不是说了 主来是站在咱门外扣门吗 一旁的刘弟兄 圣经一合 哦 反驳道 咋说的 哎 那主还说 他是嫁云来 嫁云来 还怎么扣门 确实 对面的张弟兄一听 俩手这么一倍 是啊 众目都看见了 还用扣门吗 也有道理 紧接着王姊妹 就从人群后面冲出来了 这够激动的这 哎哎哎哎 哦 那经上还说 半夜有人喊新郎来了呢 也是 赵姊妹俩手一拍大腿 啪就站起来了 哎呀 难道 主是半夜扣门 很有可能 话言刚落 这边周姊妹就说了 说啥了 哎 不对不对 咋不对呀 我可听人说 主是借着传末世福音的人 来扣咱的门 嗯 这弟兄姊妹们的困惑都一样啊 是呢 这边姊妹又问了 又问啥了 主到底怎么来 这可是个奥秘啊 嗯 你倒是给我们讲讲啊 哎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看着台下 那一排排可目的大眼睛 不是 眼睛论牌呀 也行 哎 你这也是一排啊 我这一排也行 我这心呐 我这手啊 怎么着 我这脸呐 我的手心 哇 我这快让你憋冒汗了都 弟兄姊妹呀 哎呀 圣经太奥秘 咱不能随意解释 咱们还是继续警醒祷告 哎 你这不是讲字句道理应付人吗 这还是没路啊 这这 牧师长老也没给我讲过呀 我是硬撑着讲完了道 回家以后 我是天天睡不着觉 这主来的奥秘呀 还真让人测不透啊 想想弟兄姊妹 提的都是实际问题 是出于圣灵的引导 是呢 可我 嗨 想起那一排排渴慕的大眼睛 我这心里头就受责备呀 嗨 嗨 嗨 不是你不能光难受我 你得赶紧想办法解决呀 是得解决呀 主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打那天起 我就天天在家跟主祷告寻求 把主来的预言都翻了个遍 一个字我都不落 对 是得好好寻求寻求 看呐 我来像贼一样 两个女人推磨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看呐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作息 只听 当 当 当 有人空门了 我这一看是主内的陈姊妹 哦 陈姊妹 陈姊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surprise呀 哎呀 姊妹呀 我来是告诉你个好消息 好消息 我们盼望已久的主耶稣回来了 主回来了 你说主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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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 嗨 不是 这么大的事 你没寻求考察 你怎么就盲目下断案呢 你别着急听我说呀 那你说吧 姊妹呀 启示录预言 看呐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你说主回来了 我们咋没看见 主驾云降临呢 嗯 这倒也是 哎 那他怎么说 他 在门外边 我也听不清啊 不是你这就给人关门外边了你啊 家里有事 临时有点事 这下可好 估计人下回也不来了 那天我参加完复兴会 刚到家 只听 当 当 当 又有人扣门了 又 谁呀 陈姊妹 谁 陈姊妹 你说谁 陈姊妹 这姊妹呀 还真有爱心 我刚想我就关门了 你可不能再关门了 陈姊妹外边就说了 说啥了 姊妹 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这你不听 怎么能知道 我传的是不是真道呢 你 这话合乎真理 我这一琢磨 就赶紧 哎 进来了 听了以后 了不得呀 咋的了 那道听的我是 心明眼亮 如梦初醒 毛色邓凯 恍然大顾 心中的迷茫 是一扫而光啊 嗨 你就别卖管子了 你到底听明白什么了 明白主来 是怎么扣门的了 呦 这你可得给我细说说 我这正等着呢 通过考察我才知道 我们盼望已久的主耶稣 早已道成肉身 隐秘降临在我们中间 隐秘降临 发声说话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你等会儿 主来就是用话语 来 你等会儿吧 怎么了 你说 主来是道成肉身 回来的 啊 我们不都一直盼望着 主是驾云降临吗 你怎么又说 主是道成肉身 回来的呢 我们盼望主 驾云降临 这符合主的话 啊 但主来的预言 可不止这一处啊 哦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二十七节 怎么说的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路加福音 十七章 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因为人子 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 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这两节经文 都提到什么了 人子降临 哎 一说人子 就是指道成肉身的神说的 哦 神如果不道成肉身 只是灵体 就不能成为人子 嗯 主预言 他再来是人子降临 毫无疑问 末世 神会第二次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显现做工 哦 经文还提到 主再来会先受许多苦 还会被世代弃绝 嗯 你想想 嗯 如果神是灵体显现 那这些预言 又怎么应验呢 说的有道理 主如果以灵体显现 那肯定是万人朝拜 谁还敢弃绝抵挡呢 那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 看呐 我来像贼一样 这话也没法应验了 嗯 哎 那这么说 主还真是道成肉身来显现做工 千真万确 那主如果是道成肉身回来 我们怎么认出他呀 问到点子上了 你听我说 主耶稣 嗨 我以为你要唱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启示录预言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看呐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听出点啥没 啥呀 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声音 对了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主来还要说话 是用话语来扣人的新门 所以咱们要想迎接主 最关键得留心听神的声音 通过听神的声音来认识神 通过听神的声音来认识神 这是个奥秘啊 哎 就像当初的彼得 菲利 雅各 约翰 马太那些人 当主呼召他们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认出主的身份 就是弥赛亚 是 但他们听了主耶稣的话 确定是出于圣灵的 就毫不犹豫地跟随了主耶稣 还有咱们 咱们也是听了主耶稣的话 才认定主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所以呀 当咱们听到主来的消息 会有人传末世的福音 见证神新的发声说话 哎 这是主来叩门的方式 咱就得 虚心听道 认真寻求考察 对了 哎呀 你还好意思说呢 人臣子妹来两次开门 那不是我不明白真理吗 不过呀 通过这段时间的考察 我读了很多全能神的话 终于醒了 全能神把圣经里隐藏的奥秘 神道成肉身的奥秘 神三不做工的奥秘 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奥秘 都打开了 哎呀 还揭示了人类 被撒旦败坏的真相 把人蒙拯救 进天国的路途 还有各类人的结局归宿 这么丰富 啊 全能神发表了 数百万字的话语 把方方面面的真理 都告诉给了我们 哎 这不正应验了 主耶稣的预言吗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现在呀 有心有灵的人 听了神的话 都认出了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都跟上了神的教宗 附上了羔羊的宴席 哦 原来我们要想迎接到主 寻找主的发声说话 是关键呢 醒了没 嗨 原来我这个代行的名字 是这么个来历呀 那还等啥呀 赶紧去全能神教会呀 哎 别急别急 咱得让大家听听神的声音呢 咱们既有寻找神的教宗 那就得寻找 寻找神的心意 寻找神的说话 寻找神的发声 寻找神的说话 寻找神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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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就有神的显现 哪里有神的显现 哪里就有真理道路 生命的存在 哪里有神的显现 哪里就有真理道路 生命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